上一集说到 由于阿朗派生性贪婪 尽管已经获得了一千块钱 但还是没有释放菩萨 并且带着菩萨继续前往其他村庄做表演 不管阿朗派到任何的村庄做表演 都能够赚到很多钱 直到抵达了巴拉纳西城 虽然阿朗派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发大财了 但是他还是不满足 贪心地认为 如果我把这只海龙带去表演给国王看 我将会得到更多的金钱 不久之后 我将成为这座城市里面最富有的人了 果然到了农历十五的佛日 阿朗派去觐见国王 禀报国王说 尊敬的国王 我用天咒捕捉到一只具有强大威力的海龙 我能命令他做各种各样的表演 我很想让带王看见具强大威力的海龙表演舞蹈 那真的很令人惊讶 能令人大开眼界 是很神奇的呀 阿朗派的禀告让国王非常想要观赏这项表演 于是国王说 是真的吗 我从未听过有谁能控制具有强大威力的海龙 去进行各种表演 如果你所讲的事情是真的 我也想要亲眼目睹 既然如此 你就带那只海龙到皇宫的广场来表演吧 国王批准后 就下令侍卫到处打鼓宣布 让老百姓也一起到皇宫广场来看海龙表演 城市里的大众 不管男女老少一听到阿朗派 要将海龙带到皇宫广场表演 都很高兴 因为大家对海龙精彩的表演已经慕名很久了 当表演的时间快要到的时候 全城的民众都过来聚集 有些人还把床或者是小板凳架起来 让自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 当围观的民众 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之后 都伸长了脖子 等着要看具有强大威力的海龙表演 另一方面 谈到海龙宫里 自从萨木塔查海龙皇后 梦见恐怖的现象之后 就一直叹气 怀念着普利塔王子 皇后害怕 为了持戒 而愿意牺牲生命的普利塔王子 会被海龙的敌人金石鸟捕捉 或被粗鲁的骨石石伤害 他一直等着王子回来 但是过了半个月以后 即使普利塔王子 平常会回来探望父王与母后的日子 现在也音讯全无 这让皇后更加伤心 心想 普利塔儿子从来未曾离开我母亲 超过半个月以上的时间 为什么这一次会不回来找我呢 难道是我的儿子 出了什么样的意外吗 蒋四郎之后 皇后不禁伤心落泪 但是她还是安慰自己说道 我儿子 可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一次才没有回来看我 说不定再过半个月 她就回来了 皇后如此安慰自己 并且给自己一丝希望之后 就焦急地继续等待 又过了等待王子的第十五天 能再度见到王子的那一天 到了大佛日 刚好是普利塔菩萨 被阿朗派捉走满一个月的日子 从入夜直到天亮 萨木塔查皇后始终无法强迫自己入睡 一直期待着太阳 早一点上山 到了太阳上山之后 皇后便起身等待王子的归来 但是还没有听到王子来看她的好消息 原先的悲伤此时更加的剧烈 因为皇后已经很肯定 普利塔王子应该是遭遇到某种的危难了 皇后不断地哭泣 一直望着普利塔王子平常会走进来的方向 并且喃喃自语 好像在祈求一般地说 普利塔 你在哪儿啊 快点回来找妈妈呀 这一天 也是其他三个王子 以及苏塔萨纳 苏波卡和阿丽塔 要来探望父王跟母后的时间 那时候 苏塔萨纳大王子和他的随从们 第一批抵达皇后的龙宫 大王子让随从们先在龙宫外面等候 自己一个人走进去拜见萨木塔查皇后 他发现皇后龙宫内的气氛相当肃穆 不像平日那样 会洋溢着浪漫的音乐 进入皇后寝宫之后 苏塔萨纳更加困惑了 因为他发现母亲重为僧索 双眼红肿 好像已经持续哭了很久的样子 虽然大王子苏塔萨纳 已经走到离母亲不远的地方了 但是母后还是坐着不动 不再像以前那儿会热情地照护着 苏塔萨纳疑惑地寻思 以前每一次来看母亲 她都是笑脸迎人地迎接我 可是今天 为什么看起来那样的悲伤呢 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吧 后来苏塔萨纳顶礼母后 拜过她的双足之后 便又很柔和地与其问她 母后你怎么了 为什么今天看起来那样悲伤呢 我以前每一次来探望您 您总是会亲切地跟我问候 可是今天您却默无吭声 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啊 大王子如此问候母后之后 皇后仍然保持沉默 苏塔萨纳到底 会用什么方法去帮忙皇后 解除心中的痛苦呢 请稍待一会儿继续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萨默塔塔太后 等待着菩利塔王子到来 一直到时间过了一个大佛日 正好是菩利塔菩萨被阿朗派抓走 满一个月的日子 皇后此时心中更加悲伤 因为她可以肯定 菩利塔王子一定是遭遇到大灾难了 这一天正是另外三位王子 同时来探望父王跟母后的时间 大王子苏塔萨纳跟她的随从 是第一批抵达皇后龙宫的 大王子一个人进去拜见萨默塔塔皇后 她看到母亲愁眉身索 双眼红肿 苏塔萨纳王子顶礼母后 问她说 母后您怎么了 今天为什么表情如此悲伤 以前母后看到我 都会跟我微笑问候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变得 这么安静都不跟我说话呢 皇后虽然被大王子 这样的开着玩笑 却仍然保持沉默 接着 苏塔萨纳就问说 如果有谁大胆敢来欺负母后 令您伤心 请您告诉我 我一定会把她抓过来治罪 听到大王子愤怒的言语之后 萨默塔塔皇后就说 苏塔萨纳儿子 并没有人欺负母后 让母后伤心 只是我一个月前 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 有一个长相猙獰的男性 闯进来砍断我的右手 之后 她还把那一只 流满鲜血的手被扯走 不管我怎么样的哭泣哀求 她都没有同情我 我自从做那场噩梦之后 每天晚上都非常的忧虑痛苦 黄浩边讲边哭说 儿子 你们兄弟姐来里面 目前是又不理他 一个人没有音讯 母亲不知道他现在 情况到底怎样 我担心你的弟弟已经出事了 后来黄浩又伤心地继续说道 以前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美丽的此海龙 会去照顾婆丽塔 但是现在 却再也没有谁能够见到他了 以前我们还可以看到 有凶壮的侍卫 会拿刀去保护婆丽塔 但是现在 却再也没有谁见到他了 苏塔萨娜的母后建议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弟弟吧 去看看究竟 到底他现在状况如何了 苏塔萨娜听到母后这么说 也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弟弟普里塔了 于是他接受了母后的要求 下令自己的属下做好准备 要马上带皇后到普里塔王子的住处 不过 普里塔海龙被阿郎派抓走的事情 并没有任何一只海龙知道 虽然普里塔王子海龙宫的宫女们 仍然照常准备歌舞 准时去人间献舞给王子欣赏 但是当他们没有见到自己的丈夫 盘绕在白蚁堆上的时候 都以为王子可能去了皇后的龙宫 所以这一万六千只慈海龙 并没有担心地四处寻找 他们一直到了今天 才听说皇后没有见到普里塔王子 而且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皇后要亲自来这里查看 这件事情让慈海龙们都觉得惊讶 赶紧出来迎接皇后 他们扶着萨木塔插皇后的手 一边哭泣 一边说道 皇后 我们也不知道 王子这一个月到底去了哪里 哎哟 我们一直以为王子是去了皇后您的龙宫 我们亲爱的王子殿下 他现在到底是生是死呢 慈海龙们的禀告 就如同雷吉一般 打在萨木塔插皇后的心坎上 尽管如此 太后并没有放弃 带着海龙媳妇们走上龙宫 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 无论是王子个人的墨房 或是各个大厅 可是始终没有在皇后心中保卫王子的踪迹 此时她更加的确定 王子的确是已经失踪了 这令皇后伤心到连站都站不稳了 整个人倒了下来 还有再继续掉下眼泪 伤痛欲绝地诉说着 哎哟 妈妈的保卫儿子啊 现在你到底怎么样了 如果没有办法看到你 我一定会伤心到死去的 这时候的皇后 就像是一只失去小鸟的母鸟鸟 只能呆呆地望着空空洞洞的鸟巢 又好像失去了小凤凰的母凤凰那样 失去了心爱的小凤凰 母鸟在失去了自己的小鸟之后 就只能呆呆地在干燥的雾泥中等死 就这样的情况 如果母后不能够再看到你 也只能伤心地死去 如同练野黄金的师傅 把黄金放在融化炉里去烧了那样 此时母亲的心情 也被伤心之火烧尽融化了 我亲爱的儿子 你到底在哪儿啊 赶快回来找我吧 听到普丽塔的母后 如此哀痛的声音 普丽塔王子的雌海龙们 及他的属下们 也都跟着一同哭泣 哭泣的声音 如海里的浪涛声那样 没有一只海龙 能够维持平常的模样 王子的公寓和属下们 都伤心地哭倒在地上 痛苦的打击 就像是森林里的树木 被台风洗倒一样 现在 海龙境界里的海龙们 都已经知道 普丽塔王子已经失踪了 他们将会用什么办法 去寻找普丽塔菩萨呢 请您继续观赏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